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今天一天没出门啊,没洗脸,我们就不露脸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餐桌上少不了大鱼,大肉,还有大虾 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一下大虾的经典吃法 首先把大虾清洗干净 将虾须,虾腔,还有虾腿都剪掉 用一个牙签在虾头下面第二节插进去 把虾馅取出来 准备点葱姜蒜 热锅加油 油热后放入清洗干净的大虾 先炒一下 翻动一下虾,使虾两面都添是红色 用铲子贝按压一下虾头,把虾油给出来 但是注意不要把虾头按掉,那样会影响菜的品相 炒出虾油后放入葱姜蒜 将葱姜蒜炒香 炒香后加入适量的生抽 再来点蚝油 翻炒均匀 盖上锅盖 盖上锅盖小火焖二分钟 二分钟后打开锅盖 翻一下 汤汤汁已经快没有了,关火 摆盘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虾头 要炒一个方向 装盘后,中间放一个白菜丁 撒点葱花,点缀一下 一道年夜饭必备的美食,油焖大虾就做好了 我是秀猪娘,喜欢我分享的美食就帮我转发吧 谢谢大家,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